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又是开心的一天 你们今天的心情好吗 飞天姐姐 我得到了一张乖宝宝贴纸哦 好开心哦 爸爸 你为什么有乖宝宝贴纸 我早上自己起床不用妈妈叫啊 哇 大宝 你好厉害哦 我都要妈妈叫我好几次耶 我也是 我自己根本就起不来 我今天有用闹钟 闹钟一响我就起来了 我也有用闹钟啊 我家的闹钟已经被我摔坏好几个了 为什么啊 因为闹钟会吵醒我的美梦啊 我气死了 小兰 你这样子好像不太应该耶 对啊 闹钟叫我们起床很辛苦啊 可是我睡不饱就会想要生气嘛 你们看 有包裹啊 这是什么 是什么啊 我也不知道 让我来看一看吧 这个包裹里面呢 有一丁可爱的小帽子 好漂亮哦 还有一张卡片 我来念卡片给大家听好不好 原来这是奶奶的新发明啊 好酷的帽子哦 我想戴戴看 好啊 下来 我来帮你戴戴看哦 戴这里好啦 这顶帽子好适合上来哦 真的是好漂亮哦 不知道这个帽子要做什么的耶 我不知道耶 这张卡片上面 好像也没有说得很清楚 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纸条啊 我来帮忙找找看 哎呦 大宝 你刚刚撞到我了啦 你要跟我说什么 小兰 对不起 等我提醒你了你才要说 我不要原谅你 小兰 你怎么了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生气啊 没关系啦 是我不小心碰到小扇的 就是啊 就是你不小心的 哼 没关系啦 飞天姐姐先要说一个故事 给大家听好了 好不好啊 好 好 唧哩哩咕噜噜 飞天喵喵屋变变变变 从前从前啊 在魔法森林里有一条彩虹溪 溪的两岸 有大渡村和小兴村两个村落 大渡村里的人呢都很和善 互相帮助 而小兴村里面的人都非常的小心 就怕别人欺负了他们 有一天 大渡村里来了一群流浪的野狗 村里的阿福看到了 拿着竹棍想把流浪狗给赶走 阿福说 走开 走开 快走开 别带我们村子里面来 没想到那群野狗一害怕 就扑通扑通地跳下溪 最后还跑到对岸小兴村的玉米田里 把玉米田给弄得乱气包着 小兴村的农夫阿良看到了 他马上去报告村长 村长 村长 我看到大动村的人犯了野狗 来破坏我们的玉米田 什么 太可恶了 我一定要报仇 绝对不原谅他们 小兴村的村长好生气喔 找了好多人带着牛阿羊阿等等 到大渡村的玉米田 弄得一团糟以后才回去喔 大渡村的村长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他不但没有生气 而且还对村民说 没关系 大家不要生气 玉米田破坏了还可以再住 邻居的感觉如果破坏了就很不容易修好喔 而且他们的牛羊留下来的粪便 刚好可以做玉米田的肥料 所以我们要好好感谢他们喔 村民们都说 有道理有道理 大渡村的村民听了 欢欢喜喜的去整理他们的玉米田 但是小新村的人很怕大渡村的人来报复 就把大家集合了起来 轮流看守玉米田 白天要工作晚上又要看田 这些村民啊不久之后就一个个累倒咯 大渡村的村长知道了 又跟村民说 正是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 于是啊 好多村民主动帮忙 帮他们的农作物浇水施肥料 小新村的人民看到 心里都很感动喔 小新村的村长就说 谢谢你们蓬蓬 对不起 之前故意不换你们的玉米田 你们竟然还是愿意帮助我们 太感谢 太感谢你了 经过这一支世界以后啊 小新村的人民开始学习 不想气不乱生气 并且跟他们的孩子说 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要记住喔 大渡村的人都好善良喔 对啊 都不会乱生气 后来小新村的人呢 也跟大渡村的人看齐了 他们也知道要多多主动 关心别人 帮助别人 这样子啊 大家才可以过得夸夸乐乐 和和气气的啊 哼 可是我还是很生气 喂 巧莎 你之前好像没这么爱生气喔 嗯 就是啊 到底怎么啦 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就是觉得很生气 大宝菲菲 你们有没有觉得下来有点挂挂的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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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们来想想看喔 它是从什么时候 变得像现在这么奇怪的呢 嗯 一开始都好好的啊 好笑啊 啊 我知道了 嗯 是帽子 是帽子 一定是帽子 帽子一定有问题喔 嗯 嗯 我也这样觉得耶 不知道奶奶在帽子上面 施了什么样的魔法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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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嗯 啊 我知道了啦 嗯 好好好 我先看一下喔 呃 奶奶说 这是她发明的放大帽 戴上它以后呢 就会把优点还有缺点都给放大喔 嗯 奶奶还是想要我们发现自己的优点 改进自己的缺点喔 嗯 嗯 但是小善戴上帽子之后 怎么变得这么爱生气啊 嗯 一定是小善早上起床又乱发脾气了 有可能喔 善来戴上这顶放大帽以后啊 化脾气都给放大了呢 嗯 那怎么办啊 嗯 趕快把小善的帽子拿下来 欸 你不要碰我的帽子 这个是我的 嗯 看来我们还是得另外想想办法才行喔 嗯 嗯 为什么你们都不跟我说话呢 嗯 嗯 小善 你不要生气啦 嗯 我们再帮你想办法了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嗯 是啊 大宝 你不是有很多好朋友吗 我们也请你的好朋友 一起来帮我们想办法好不好啊 好啊 走走走 手拉手 大宝的好朋友 给你饭 大宝怎么那么慢啊 嗯 嗯 对不起 对不起 大宝你怎么迟到了 对不起 嗯 我刚刚出门的时候 找不到我的帽子啦 对不起 怕你等那么久 你不要生气啦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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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生气 那我们走吧 嗯 嘉宁 你真的好厉害喔 不会乱发脾气耶 刚刚还愿意等我 难道你都没有生气过吗 还是有啊 不是喔 是什么事情啊 有一天小朋友拿着我的玩具 我请他还给我 他还把玩具丢在地上 结果玩具坏掉了 那时候我很生气 那你最后是用什么方法 把心里的不开心给感受呢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那你喜欢做什么 玩粘土 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让心情变好 就可以把不开心都赶走了喔 不会一直想着生气的事情 真是个好方法耶 爸爸嗨 嗨 陈云 这是嘉宁的好朋友 他叫陈云 嘉宁 那你有没有看过陈云生气啊 有 那他生气的时候 看起来像什么啊 喷我了 那你们 比较喜欢生气的人 还是开心的人啊 亲的人 小朋友们 你们也要和我的好朋友们一样 做一个不乱发脾气 常微笑的好宝宝喔 耶 大宝的好朋友啊 真的都很棒喔 不仅啊 不会乱发脾气 而且呢 还会告诉我们 在生气的时候 怎么样快速的 让自己笑消气喔 飞天姐姐 我也想到 让小善不生气的方法咯 飞天姐姐也想到咯 这是什么方法呢 让小善做她喜欢做的事情啊 对喔 这个是好方法 然后趁她不注意的时候 把帽子拿下来 你们又在讲超超话了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 哦 我们在说啊 飞天姐姐呢 最近做了一首新的曲子 上来 你要不要来 跟我们一起唱歌啊 哈 唱歌 好啊 我最喜欢唱歌了 那我们一起来唱歌吧 好啊 哇 你们都唱得很不错耶 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坏心情呢 就像乌云一样散开来咯 好心情呢 就跟彩虹一样 好美丽喔 像彩虹一样美丽喔 像彩虹一样美丽喔 我的心情突然变得好好喔 哇 上来好棒喔 耶 太好了 成功了 什么成功了 我们终于把放大帽 拿下来了 嗯 嗯 放大帽 嗯 对啊 是奶奶做的放大帽喔 她会把优点和缺点都放 很大很大 小帅 你的坏脾气被放大了 嗯 啊 嗯 我妈妈也说我的缺点就是爱乱生气 那我生气的样子都被你们看见了 啊 好癫癫喔 沒關係 小帅 还好我们已经把帽子给拿下来了 这样子你也发现你自己的缺点 所以啊 又有机会可以改过你的缺点喔 小帅 你有没有发现啊 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可以把化脾气 还有生气的情绪都给赶走了呢 嗯嗯 对啊对啊 我刚刚在唱歌的时候 都忘了我在生什么气了 那我们可以再来做我喜欢做的事吗 那我们也就邀请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 一起跟我们唱一唱 跳一跳 一起唱歌跳舞喔 要走坏脾气 发愿要发好愿 说话要说好话 花多不如花少 花少不如花好 原谅别人是美的 原谅自己是孙的 尊重他人所想自我 无法提起声色柔和 说好话 离人有利己 说坏话 害人有害己 说错了话 提到别人 又会挡住自己的路由 说好话 不口吐莲花 说坏话 不口吐肚舍 得力饶人理智气和 欢欢喜喜快快乐乐 发愿要发好愿 说话要说好话 花多不如花少 花多不如花少 花少不如花好 原谅别人是美的 原谅自己是孙的 尊重他人所想自我 无法提起声色柔和 说好话 快思飞耳緱緃 快快乐乐 快快思飞囔快快乐乐 快快思飞囔快快乐乐 開心的小扇 真可爱 好可怕 刚刚爱生气的小赛 好可怕喔 对不起啦 夏拉 你刚刚戴着这个放大帽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很不开心 看到什么事情我都想生气 我刚刚不小心碰到你 你好生气啦 结果我们说话 你也生气喔 生气的感觉真不好 我不喜欢跟爱生气的朋友一起玩喔 我不敢跟爱生气的人讲话 姐姐有一个方法可以教你们 如何快速消气喔 你们想不想学啊 想 当我们想要生气的时候呢 就从心里面莫数一到二十 数完了以后呢 就像现在这样子 大口的深呼吸 然后呢 大口的吐气 好 让自己可以冷静下来喔 是不是像这样子 小赛 你这个样子 好好笑喔 换我 换我 我喝呼吸给你们看 没有问 没有问 你们看 妙妙仙子来了 妙妙仙子好 大家好 你们玩得好开心呢 妙妙仙子 你也跟我们一起玩吧 好啊 我们一起去泰国的魔法学园玩吧 那里有很多可爱的小朋友 大家跟我一起走吧 在泰国有个面积只有4平方公里大小的神秘地区 在这里有个很特别的魔法学园哦 这里有好多小朋友在上课 哇 他们都好认真哦 是啊 在这一间食品大的学校里面 容纳了将近100个小朋友呢 他们上课 吃饭 游戏都在这里 所以要用一点魔法才行哦 是怎么样的魔法呢 你们看 中午时间一到 原本的教室就变身成餐厅 矮桌化身成餐桌 老师变成保姆 替孩子们洗手 擦手 虽然只有一桶水 一块布 但清洁和规矩一样也不能少哦 今天的营养午餐是南瓜饭 看他们一口接一口吃得多开心啊 快看 教室又不一样了耶 现在是午睡时间咯 所以刚刚的餐厅又变成大通铺 矮桌成了孩子们的睡店 100个孩子同时午睡 老师们可真的累坏了 不过 看着他们香甜的睡脸 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这里真的是最棒的魔法学员了 在魔法学员里面的小朋友们 都会勇敢地追求幸福哦 姐姐想要送给他们这首歌曲 希望他们以后都可以 活得幸福又快乐哦 他们的教室真的像是 有魔法一样耶 对呀 对呀 还可以变来变去 好好玩哦 你们觉得生气的人像什么啊 像偷火的头人 我看到就赶快逃走 还有哦 像是快爆炸的气球 没有人敢靠近哦 是啊 那你们在觉得哦 生气的时候 会让我们身体 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会很不舒服哦 我生气的时候 我的这里这里跟这里这里 都会觉得痛痛的 是啊 奶奶曾经跟我说过哦 生气呢 是短暂的发疯 会让自己的身体 变得很不愉快的哦 所以呢 我们要做一个 常常微笑的人 还是要做一个 爱生气 爱乱发脾气的人呢 当然是要做一个 常常微笑的人啊 嗯 没有错啊 亲爱的小朋友 让我们现在一起勾勾手 做约定 做一个不爱乱发脾气的乖小孩哦 飞天喵喵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我最爱的土地 给我好多勇敢成长的动力 不怕困难在这里找答案 飞天喵喵无期待下次相聚 魔法森林是我最爱的土地 给我好多勇敢成长的动力 不怕困难在这里找答案 飞天喵喵无期待下次相聚